哈嘍大家好我是吳唯 來今天來帶大家一起這個開箱這一顆 啟蒙 V3 默默的他出道了第三代 內部結構一體出抹設計 這邊其實圖案已經看到了他是外面是色片 是色片 有點像最早期那個傳奇鉛面 記得嗎 Cube4又有一顆鉛面方塊就是這樣子設計最早這樣子搞的 好後來那個什麼 官方Rubix也改成這樣子就是 他的模具是有凹面然後在顏色在就不用貼紙的大家現在都已經不愛用貼紙 就直接用成塑膠色片 砍上去這樣子 先看一下 55.9.8.9那邊 稍微小於56 81克 小重 其實這樣子做法就是 他同時又可以有黑底方塊的 視覺感受 因為是黑框嘛 但是他又有有點像貼貼紙的 可是他又不是真的貼貼紙的方塊這樣子 很平 好感覺這個出場就是有油 哇 我從側面看到超多的 有沒有 他的溝槽長得好 好 好性格 是一個圓形一大堆同心圓 他的圓不是順著轉動的這個圓 而是他自己在他的那個 那個格上畫一個圓 蠻有的出場 但是很滑很滑 然後轉起來 沒有碰撞 好轉動的阻力 我覺得是有他持續他會持續有一個 轉動的阻力 在那邊 阻尼嘛 所以他不太會有 轉過頭的感覺 但是也算是滑 他不會你放開他就大概就停了這樣子 好 容錯的感受 好那內容錯的時候震動比較大一點 阻力比較大一點 好正容錯還不錯 正容錯很滑順 滑順那內容錯就 好因為是色片的關係所以方塊在震動的感覺 跟如果你玩習慣其他不同結構就是傳統結構方塊好了 這種有加了色片的方塊他的他的震動的感覺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是有 不同層的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是是不錯轉啊沒有磁力 各位要了解 還是沒有磁力的 好顏色配起來我覺得還不錯啦 蠻漂亮的 以我一個色弱的玩家來看 紅色綠色我分得出來 黃色橘色也OK 黃色是有點螢光黃這樣橘色 橘色沒有很亮亮所以是可以分得出來的 不過他的軸距有沒有 軸距就不太開 就是他限縮比較小一點 畢竟他面對的是初學者 他是給初學者玩的 他不可以讓方塊變得太鬆垮 其實還不難轉 但我覺得 他的中心塊的形狀我不太能適應 起航他的中心是八角形的 這個是啟蒙 他是 我記得他一代是不給賣的 為什麼三代直接又可以賣 看他合上寫一個 蠻妙的東西 一個 蠻妙的稱號稱 全球魔方生態圈學院指定魔方 所以他應該是有 類似一個教學團體 指定用這一顆這樣 那當然是不是真的指定我也不知道 不過方塊本身真的不錯啦 他不是特別輕 就轉起來是有厚度 可是他的那個厚度 轉起來又不會 慣性太強 因為有時候太重的方塊 你一離開可能他就會 就會 過頭 我也會有 會轉過頭 這顆 不太會 確實是設計的蠻適合給新手用的 好然後正濃縮逆濃縮的 配置也蠻平衡的 沒有說哪一邊太過頭 或是說太不夠這樣 好吧就真的你要習慣一下他的中心的形狀 我看不出來這是幾邊形 應該是 這樣子然後切削之後在斜面鑽石切削下去這樣 但有點方不方圓不遠的感覺 看一下結構嗎 也很不好拆 所以他防爆做的蠻好的 好結構 可以開蓋子嗎 蓋子也不給開 或者說沒有很明確可以看到哪邊可以開蓋子的 設計 真的是很徹底 就是 給新手 不讓開 所以也不讓條 是不能條 嗯好這樣子的設計我倒是第一次看到就 不給開 只有在官方Rubix官方方塊上面有看過 他真的是很多都設計不給開的 不過如果你是一個有點驚豔的玩家你拿到這顆你也不會覺得他太差就是 就唯一就是內容錯這邊會有點勾到 那其實還好 正容錯是很OK的 好這個 我覺得轉久大概也是這樣子也不會變臉 然後 塑膠塊體的碰撞是比較清脆的 不是那種悶聲的那種結構 材質應該說材質 好配色我覺得是舒服清楚 算是很 可是真的不好拆 不好拆 好我們我們的思維就是想要先拆開看結構 可是給 新手是給學員用的方塊 他就不應該太好拆 甚至最好都不要拆 然後也不用調 所以省去了你調整的 煩惱這樣子 好啦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覺得差不多了就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這顆我感覺手感沒有像我目前轉過的 最近轉過的方塊的感覺就他自成一格這樣子 你說玩具塑膠感我覺得也還好 算做的品管還不錯啦也沒有什麼毛邊什麼的都不錯 好挺好的挺好的啟蒙v3 不知道會不會再出個v3m 但是這一顆方塊如果加了磁力可能就會太黏 目前的狀態真的是最適合的效率 就有點黏又不太黏 然後有點 重量又不會轉過頭 OK 我們一定會不會再出個v3m 我們可以再出個v3m 我們可以再出個v3m 如果再出個v3m 是否則會有什麼 我們可以再出個v3m 再出個v3m